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lut 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蔡小厨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有点难度的鸡肉菜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鸡胸肉中填上馅料 那么开始吧 首先处理鸡 先来一顿正常操作 去掉鸡屁股 鸡翅 鸡锁骨 然后关键的部分来了 这一次的菜我们要用的是鸡胸肉 而且是带皮的鸡胸肉 同时因为要包馅料的缘故 所以鸡皮越多越好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来给鸡脱裤子 也就是把鸡腿上的鸡皮保留 但是去除鸡腿 怎么做呢 在鸡腿关节划一圈 勾破表皮 然后在鸡腿内侧 鸡皮上划开一刀 就可以用手一点点把鸡皮 从鸡腿上扒下来 直到退出整条腿 再沿着鸡背 把鸡腿给取下来 另外一条腿也是同样的操作方法 这样你就得到了两条没有鸡皮的腿 接下来就和正常取鸡胸的操作一样 绷紧表皮 沿着骨头下刀 尽可能的完整取下鸡胸肉 另一侧同理 如果操作得当 你会得到这么两块带有很多皮的鸡胸肉 把赤根关节剁掉 卷起来备用 剩下的鸡腿和鸡架子 烧烤或者油炸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准备甜的馅料 菠菜切碎不用特别碎 像我这样就行 煮微草切碎没有的话就不加 大蒜也把它切碎 杏对半切 然后切条切成小丁 准备一口锅 加橄榄油 下菠菜翻炒 再加大蒜 熟维草 杏丁 加入帕尔玛干烙粉 翻炒均匀 再加入面包糠 炒到料可以成团 就可以装出了 有表花袋的装表花袋 我没有 所以就装了一个密封袋 但是后来我又翻车了 实际你装个盘子就行 料好了就可以准备甜鸡了 从鸡的鸽子窝那一边 也就是有吃根的那一边 把你的手指头伸进去 然后在里面探索 把鸡皮和鸡肉间撑开 但是千万别太深 不能戳穿了 就不好办了 两块肉都这么做 然后取出刚才炒好的料 本来我是要把料挤进去的 结果袋子爆了 那怎么办 老老实实地手动操作吧 抓料填进去 尽量把料铺均匀 不要都塞在中间 结果两头没东西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操作 一块弄不好没事 还有另外一块可以炼 接下来把鸡肉卷起来 保鲜膜拉长 舔好的鸡胸肉放在中间 撒盐 胡椒 这时候这么大的皮就看出好处了 尽可能地用皮 把肉完整地包裹起来 然后提起保鲜膜 把鸡肉给包起来 卷成一个卷 多裹几层保鲜膜 然后把两边给卷起来 两边的保鲜膜再打个几 记紧 同样的操作 把第二个肉卷也给它卷好 在肉卷的两侧各扎一排洞 准备一个蒸锅 鸡肉卷上锅 小火一点点蒸气就可以了 蒸12分钟 时间到了 取出鸡肉卷 放一边 让它凉快十分钟 趁这个时候 我们来准备配菜 平底锅一点点油 炸熟维草 煎一煎馅 炒一点菠菜 鸡肉卷 鸡肉卷两块的差不多了 把保鲜膜去除 看鸡皮 已经完整地 把鸡胸和馅料 给包裹起来了 再准备一个锅 把鸡肉卷下锅煎 小心帮油 因为鸡肉卷里有很多的水分 鸡肉已经是熟的了 所以只需要把鸡皮煎上色 四面都煎上色后 就可以盛出了 准备摆盘吧 酱汁 我啥时候做的酱汁 其实是家常烤鸡的时候 我留了一部分 我真是个小天才 如果你真的要做 那你去看烤鸡的视频嘛 酱汁盘中三个点 敲它 感觉自己就是个艺术家 鸡肉卷摆在正中间 炒好的菠菜 攒成一个小球 放在盘中三个点 煎过的杏儿 放在菠菜上面 装饰炸熟尾草 甜馅儿鸡肉卷 完成 做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